十分钟了 主席部长还有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席所领先提案的是有关于实验教育的三法 那我一并来做说明 那基本上内容是对应黄志雄委员 大概把它放在一个法里面 那不然本席考虑到教育部非常保守 而且常常误会什么叫做实验教育 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那希望能够当然三个能够过是最好 至少就教育部立即可以接受的部分 能够加速来立法 那其中呢我想在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 我们一般把它分为机构团体跟个人 这个部分大概这个三个法师相对应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公办民营 的这一个这个部分 在有关于公办民的实验教育的这个发展的部分 那当然教育部有一些思考是 有一些学校可能要类似委外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我们认为的公办民还是以公立啊 还是由学校来这一个由政府啊来出预算 就像在宜兰的这个慈兴华德福的学校 现在可以说是大家非常肯定 连这个周美清女士啊 都跑去考察 包括颜长寿先生啊也担任 这一个教育的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 那三个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个就是机构实验教育实施条例 那的草案 那根据教育基本法第13条的规定 政府及民间得势需要进行教育实验 并应加强教育研究及评件工作 以提升教育品质促进教育发展 但由于民间公益法人参与实验教育之法员未备 导致对参与实验教育之学生权益保护慰州 使有赖立法来加以强化 那第二是政府虽宣布是来实施12年国教 但如果未来这个10年 在课程的教学上无法改进 则其他的配套措施将落空 所以为鼓励教育创新 加速课程教学的改进 大幅度的放宽实验教育的空间 来引入全社会的力量 帮助改善课程教学 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一个工作 第二个法是有关于家长自主教育条例的草案 根据教育基本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国民教育阶段内 家长负有辅导子女之责任 并得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 依法律选择受教育之方式内容 及参与学校教育事务之权利 但由于家长自主教育欠缺法律规定 导致对参与家长自主教育之学生权益 保护慰州 使有待立法来强化之必要 再来就是为鼓励教育的多元化 加速课程跟教学的改进 应立法适度的放宽家长自主教育的空间 引入社会跟政府的力量 使家长得为其子女最佳的福祉 依法律来选择自主教育的方式 那我再简述 这个归纳一下 那当然教育部的这个 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 有一些部分可能在 教育部的这个行政规则方面 相关的部分有规定 但是法律上怎么样去保障 甚至促进 可能是这个立法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 那么对于时间 当然我们待会也会来报告跟答询 这个真的是刻不容缓 配合12年国教在明年正式上路 应该是在本会期 这个教育部就应该正式的提出法案 并按来审查 不然的话我觉得立法院也应该承担起责任 能够这个加速来立法 以上报告 谢谢